主持人 你們看得出來天氣很厲害嗎? 欸...看得出來 哈啰大家早安 我是阿涵 刚刚从台北搭了早7点的高铁 现在到了云林 天气非常的好 我们第一站今天要先去北溪社区 去看我们即将要完工的作品 今天接下来要去很多地方 我们要去嘉义 要去阿里山 然后明天要去高雄 好的 那就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走吧 Go 又来到了北溪社区 今天是要来做放养定位 下次就要来做地基的铺面 最后再把装置设置上去 今天天气非常好 现在是12月初 台北非常冷 大高点下来的时候还下大雨 然后越往南 太阳越大 心情好 我们完成了早上的第一项任务 现在要正式前往阿里山 你们看得出来今天天气很好吗 诶 看得出来 阿里山 阿里山 哇 超漂亮 超漂亮的啦 哈哈哈 耶 我们来到游乐区咯 太美了 太美了 我在阿里山 开了两个半小时的山路 来到了阿里山 我现在人位在阿里山的第四高峰 这个位置是小丽园观景平台 为什么叫小丽园呢 是因为当年的日本机师他叫小丽园 所以这里就命名叫做小丽园观景平台 那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观景平台 你看到我后方是连绵的山巒 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现在被云遮住的地方 就是台湾的第一高峰玉山的画面 那这里呢 日出的时候可以看到云海 日落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夕阳 晚上夜间的时候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 所以不管任何时间来到这个小丽园平台 都可以看到无敌美景 你看他这个平台故意设置成这样一大片 如果站在这个位置 躺在这个位置 晚上应该超美的 后方的植物 红绿交错 不同层次的绿色 然后跟风红感 再加上今天天气非常好的 蓝天跟白云 简直就是在画里面的明信片 耶 好 非常推荐大家来阿里山的小丽园平台 空气非常的清新 太幸福了 明天的小丽园平台 上海的小丽园平台 下来的小丽园平台 快来的小丽园平台 下来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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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下来 门外的游戏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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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部分的游客都是停在阿里山车站那边 这边其实会有一些登山客 就背着死登山包 走上来 或是搭小火车上来观云海 观日出 观细腸 我觉得真的会来到大自然会有一种莫名的快乐感 值得了 值得了 这趟真的很值得 看到那个景色就够了 壮阔壮丽 天地有大美 天地之大 有什么是我们需要计较的呢? 看到这种景观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我们现在要往早坪车站走 往早坪走 GO 您看天地铁路平交道 继续往下走 两位 两半这次 两位 两半这次 现在搭车前往阿里山车站去取我们的车 然后开下山 各位旅客您好 欢迎搭乘阿里山林夜点路 本次列车 油脚平车站 开往终点站 阿里山车站 全长1.3公里左右 车程约6分钟 今天是搭上最后一班车 他每半个小时有一班 我们搭上最后一班车 我们搭上最后一班车 要回到中田站阿里山车站的火车 观光小店 有耶有铺耶 超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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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到站了 现在我人在阿里山车站 这是我们刚刚观光列车的终点站 阿里山车站面朝的一样是美景 然后现在温度是10度 可是你看我穿短袖 有感觉到冷 但是不会发抖 或是受不了的那種冷 但我覺得乾冷是很舒服的天氣耶 居然10度可以穿短袖 是不是很厲害 我們一路從天亮開到天黑 然後看到我前面有月亮的星星 好美喔 翻到了 欸好漂亮喔 背景的白轉千回 夏里山的山路真的是蜿蜒又曲折 我們剛剛不小心錯過了一個岔路 然後我才掉頭 終於找到了油花絲週宴 週宴餐廳 為什麼是週呢 因為阿里山這邊的原住民是週族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一個週族的饗宴 我們直接開始吃因為真的很餓 今天就有點起床 七點的高鐵 去了雲林上的阿里山 這是我們第一餐認真的餐點 這是雙人份 我們一個一個來介紹的 這個是圓木烤肉 就是它應該是用木炭去烤肉的山豬肉 有一個濃濃的木炭味 它有白飯 以及 竹筒飯 我很喜歡竹筒飯 因為它就是會有一種 黏黏香香的感覺 噢 但它比我想像的還要濕 欸 竹筒飯不是應該要黏黏的嗎 它很淡淡的 有一點小米粥的感覺 一點點 好香喔 再來我想要講的是這個 你看他們都有用這個葉子秤下面 馬告醬汁 果實酥 我剛剛以為它會用馬告去吃 但是它是涼拌的 你們知道馬告嗎 這是一種山上常見的植物 很特殊的香氣 我喝過馬告做的啤酒我也很喜歡 馬告辣椒也很特殊的香氣 有一種南洋感 嗯 它這個 剛剛在外面走進來的時候有賣 它有單獨可以買 我覺得這時候很適合跟大家介紹這個 這個叫高粱麵 因為它有賣小米酒 然後也有賣高粱麵 我剛剛其實已經放過裡頭 我覺得很像 但小米酒的概念比較像 比較沒有那麼像高粱酒 那種烈酒的感覺 好好喝喔 下一個就是煎櫛瓜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櫛瓜很特別 通常我們在聚酒屋室的櫛瓜 都是沒有抹任何的東西去煎的 但它好像有 這個應該像是地瓜粉 就是 因為可能我太喜歡吃 一般燒肉店的結花了 所以這個香型直俠就 也是好吃 但是比較沒有特色 好 這是香腸喔 山地大香腸 它整個這樣子併起來 應該蠻酥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就併起來後感覺蠻酥的 所以它才要切一半 香腸配搭 嗯 炒炒的新鮮味蠻辣的 因為我不喜歡香腸泰北 有時候香腸吃是泰北 因為一盒絕對又在嘴巴裡 然後你聽到有個事 然後噴掉就很怪怪的 那我覺得它肥皂非常的得宜 最後要講的這個是 這是烤斑酒 很酷欸 烤斑酒很久人聽到 我不知道我小朋友吃過 但我早上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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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後面好像發福煙燻味 那你來想嗎 我覺得它吃起來 蠻像鴨肉的口感 然後雞肉綜合鴨肉的味道 蠻特別的 然後也是好吃的 不會特別覺得它是一個很奇怪的什麼斑酒 就是一個 雞肉鴨肉鴨肉的那種 偏那種類型 嗯 挺好吃 說實實要一塊我們的雞湯來了 今天是南瓜雞湯 但是我覺得 它跟想像的南瓜湯都一樣 它沒有把南瓜煮得很濃稠 它就是那種 清熟的南瓜雞湯 所以湯帶了一點點橘色的感覺 是雞湯的清爽的色澤跟調性 沒有很濃的雞湯味 然後它南瓜味比較強 但是又很清爽 比較中式的雞湯的口感 我蠻喜歡的 我們點雙人套餐 所以有這些東西 我還有一個愛玉 最後的餐後甜點 我們來先來吃這個 好 我們來關心吃飯囉 好 我們剛剛歷經了 周車勞頓的奔波 終於在九點半下塌了高雄的飯店 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了 這次呢 我們兩天一夜 也其實不算兩天一夜 我們其實都花了一天的時間 在嘉義阿里山 然後想要分享一下阿里山的這個旅程 推薦給怎麼樣適合的朋友 我覺得阿里山很美 就是那個美景 如果真的要跟李山比的話 我好像更喜歡阿里山 我覺得可能一部分 是因為今天天氣非常好 從沿途上山的過程中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林茂 到了山頂上之後 心情變得非常好 就我覺得人到了這個大自然以後 你就會發現說 自己原來這麼渺小 好像平常你煩惱的事情 在那個瞬間都煙消雲散 所以如果你剛好有什麼事情在煩惱的 或是最近有什麼不開心的 趁著一個假日出去走走 我覺得阿里山其實蠻適合兩天一夜 從雲林嘉義上去 都要大概兩三個小時 所以我覺得當天來回的車程 其實蠻累的 就不只是開車的人累 坐車的人其實也會蠻累 因為其實像我就會有點暈車 所以還蠻建議可以兩天一夜 去阿里山走走 那我們今天剛好因為搭配了一些工作的關係 要趕回高雄 明天早上還有工作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說 阿里山真的是一個療癒身形的地方 去吃很好吃的 鄒族的美食 原住民的美食 我們這一次很可惜 沒有太多的時間去看到 所謂的神木 希望下一次可以在上山 看雲海看日出看夕陽 好的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 簡單一日Vlog 如果你還喜歡這樣影片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要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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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留言分享 下一集影片見囉 我們有點累了 要先睡了 掰掰 我們今天早上八點起床 然後準備到現在九點 要去吃早餐 早餐公司到十點半 大家早安 我現在在吃早餐 我已經吃飽了 我剛剛夾了很多 然後現在剩下我喜歡的起司 還有牛奶 咖啡 還有優格 我的正對面全部都是各式各樣的酒 因為這裡晚上一夜酒吧 我們住在樓上 樓上是飯店 然後一樓是酒吧 早上就會變成早餐自作buffet 這裡的早餐我很喜歡 因為它有麵包區 有很完整的青州小菜區 有熱湯 然後還有一般大家所認知的buffet的熟食 有起司盤 水果 生菜沙拉區 還有優格 咖啡 牛奶 果汁 就是很完整 應有盡有 因為我來住這家飯店應該不下十次 不管是跟家人 朋友 然後一個人來出菜 我都很喜歡選這間 所以我每次早上就會來吃一整份很完整的青州小菜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筍絲 還有花生 還有肉鬆 還有醬瓜 跟鹹鴨蛋 可以吸飯 就有這幾樣我就覺得青州小菜有完整 好 我們差不多吃完飯要去打包一下 然後就要check out去 今天的工作很推薦大家來 我今天才發現 我面對吧台的後面它還有一個戶外區 天氣好的時候可以在戶外吃早餐 這家飯店很棒 是它左右有很大的停車場 如果如果真的停不到停車場的話 他們也會支付你旁邊路邊停車的停車費用 那我覺得很推薦 現在是新品圖を活躁化しており 有山森林有楽区の新たなラウンドマークになっています ホームに並んでいる半アーチ型に湾曲した木の柱が最大の特徴です またホームの外には広々とした展望台がございます 天気が多ければ積み重なった感想がはっきり分かる東南や 東海、夕月、夕月の美しい景色をご覧になれます 好、謝謝大家 また会い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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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会いましょう